我接触虚拟货币 是被马斯克这哥们 可以说是被他召唤过来的 马斯克经常在网上进行喊话 他喜欢哥哥币 其实我被他给喊过来的 确切地说 我之前是做金融这一块 像股票、期货都接触过 我之前做工作就做这方面的 做过几年吧 但是我在那方面没有赚到什么钱 确切地说也没有亏钱 为什么要离开那个行业 就是后来做了房地产 做了房产了 卖房子了 就是很简单是吧 如果说你在那一行混得很好是吧 赚到了钱是吧 买到了房子是吧 你还会离开那个行业吗 就是因为确切地说 就是没在那个行业赚到钱 所以难听一点就是淘汰了 被那一行是吧 所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要接触 以后再也不要接触金融 不要再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可是有一天还是被那个马斯克这哥们 是吧 再一次召唤了 是吧 被他给召唤起来 是啊 当我知道哥哥币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开始在网络上听了一个 李永乐老师 他几年前两年前讲的一个视频 就是讲那个比特币 当他讲到去中心化 虚拟货币是去中心化的时候 我被这种理念彻底折服 他说去中心化就是说 你政府发行了这个钱是吧 非常不透明 你发多少也没有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去讲 你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是吧 你银行的工作人员 是吧 你发行了多少都不知道 都是不透明的 贪污饭贪了多少都是不透明的 但是 但是如果说 就在这个虚拟货币这个市场 是吧 用虚拟货币 如果说大家都用这种虚拟货币的话 那是不是都非常透明非常公平了呢 是不是 我被这种理念彻底折服 并且我认为这种理念是代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一种趋势 就是他未来极有可能会这种理念这种想法 包括这种技术极有可能会在未来会取代这个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法币 因为他的一种先进性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非常合理的 那那那那我为什么要买他 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还包括 他的涨幅非常的凶猛 比如说比特币 涨了几十万倍有了吧 是不是 他既然已经涨了那么多 他涨了四百倍也好 涨了一千倍也好 他会不会再继续涨 涨了一千倍或者一万倍呢 是啊 就像比特币最初的时候 他涨到一千倍的时候 你可能会怀疑 害怕他会不会跌下来 结果呢 结果他会涨了几十万倍 是不是 那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 是不是 他会不会继续再涨下去 当然了 尤其作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屌丝 是不是 你说让我去做一个一百万的生意 咱没钱 没钱做对吧 然后你说做个十万的东西 是吧 都不知道去做什么 然后也没有把握能够赚到钱 那作为屌丝的话 那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非 它是一个 它就是符合我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标的 非常符合 这种投入少 是吧 投入一千块 是吧 他涨到一万倍的时候 怎么样 变成一千万了吗 是啊 他非常符合我的一种 预期 预理念 就是说 投资少 但既有可能会 涨得很很凶猛 但话说过来 如果说跌了怎么办 跌了就继续跌了 就难道归零又怎么样 是吧 我又放了一千块钱 你归零又怎么样 归零了我就 屌丝还是屌丝吗 屌丝还是原来的屌丝 继续做屌丝 那有 是吧 我是屌丝我怕谁 是不是 所以 这也是我为什么去 去 买 就是买入哥哥币的一个原因 当然了 我说这话 似乎有很多的一个鼓动性 好像就是说鼓动 你们要去买这样东西一样 其实还真不是 我都告诉你们了 我是做房地 我是卖房子吧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业余 但是如果说我每天都去讲房子的话 你们也 不想听是吧 很多客户也懒得去听 是不是 还有房子几百万的东西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听 那我就业余的时候去谈一些这些东西 当然我也喜欢这个东西 也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心得 我在这里再声明一下 是的 我的今天的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关于虚拟货币的所有的东西 不作为你买入或者卖出的任何条件